你們upstagram是不是很久沒試過一起做好民族 對 真的這樣說起是 對 沒錯 應該是我們第一次 第一次 今年以來第一次 今年以來第一次 各位已經年尾了 WOW 接著很快就2024年了 沒錯 很感慨 很感慨 這次再一次合計做年秋會的聰明 那覺得怎樣 覺得很開心 很感恩有這個機會 因為 我想大家都很想快點有 第一次演唱會的時候 都很想有第二次的演唱會 到今時今日 又是剛好撞正我的生日 有這個演唱會 所以其實都很開心 而且大家都真的很努力地去 很努力地去 很努力地去 準備這個比賽 不是 神經病 準備這個 準備這個 表演 表演 對啦 所以希望大家會 喜歡我們這次的表演 其實我覺得 我忘記了和你同意 你問就是 今次再一次職後合計 有什麼感慨 其實 不過已經過了兩年 這兩年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各自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所以很開心今次可以有一個重聚的機會給我們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去愛惜我們 支持我們 還有可以看到我們的成長 亦都希望大家會繼續去鼓勵我們 我覺得是感慨萬千 還有我覺得很幸運 我們可以再有這個機會 因為今次其實 我很想說的就是 十五個人在一起 我之前真的覺得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但是現在才發現這兩年間真的很難得 所以我真的特別珍惜這一次 還有額外珍惜這一次的機會 亦都希望我們之後 真的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聚在一起 因為重聚的感覺 是大家想像不到的那種感動和感慨 是真的很多和很大 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和喜歡我們 我覺得今次這個演唱會是 重新研點了 研點了我們的初心 還有我感覺大家的力量真的很大 尤其是拼圖和做母子 學會飛行那一部分 我看到大家是非常團結 所以我是非常感動 還有很開心 大家可以重聚 可以找回我們的初心 是拼圖那時 Winke和上周音哭了嗎 哭了 是 因為那一下我看到 下面有很多五賽均分的燈牌 然後那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眼前 好像有一番第一次演唱會的畫面 而且我一下就想起了 我們之前比賽的畫面 那一下我的女線就忍不住 爆了出來就哭了 因為我覺得這種難得和喜悅 是喜悅之類來的 是真的特別地開心 而且真的特別地難得和感受 所以那一下就哭了 然後我哭了 他又哭了 我看到他哭了 我又很想哭 然後又想起比賽的畫面 然後就一起哭了 一起擁抱了 一起哭 Yubi 演唱會上幫你慶祝生日 很驚喜 也很驚喜 因為我想 自己 真的沒有想過 這麼適合 這次是演唱會的正日 還有我真的很開心 我想今年這個生日 是我暫時最難忘的一個生日 因為又要和大家一起慶祝 還有和一群愛惜我的粉絲慶祝 所以我一定永遠都會記住這個時刻 所以很感謝大家 什麼生日 聽說生日願望是不能說出來的 是誰說的呢 是Gigi 對 但是聽說 頭那兩個是可以說的 之後那些就不可以說了 那我就說重要那兩個 就是身體健康和開心心 因為我覺得 身體不健康的話 就會什麼都做不到 不開心 就會很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就是開心和健康 Gigi 你在台上也有幫你馬上 入圍10強拉票 我第一次做這些事情覺得有點尷尬 所以我自己一直在笑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因為今天我的感覺好像有點 chillie 有點不清楚 不清不楚 所以就 不知道大家在台下聽到怎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知道自己說得非常混亂 但是也希望含糊之中大家可以支持 支持 支持 很尷尬 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 請投下紳士的一票 耶 但是呢 青龍演唱會 但是你們After Caps都沒有一首歌 就是沒有一首歌 不要緊 不要緊 因為我們其實 12月23日 就會有一個演出 就是我們四個 到時候大家就要留意 究竟我們四個會不會唱歌呢 大家就自己想一想 大家就自己想一想 我們23日再次的 合體 合體 Santel出了你的自家粉牌 是 是 達成目標嗎 還沒有 還有一天 就是明天我們就會關掉這個 因為呢 其實這個是三天限定的 大家就去買這些衣服 買完 我們就會把所有的收入都捐給 是在癌症 乳癌基金的 對 大家就快點去支持 因為 我們都用了很多心血去做 尤其是我朋友 和他媽媽 他們兩個都非常努力去 幫我們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也很開心 有他們的幫手 可以一起去完成這件事 最近呢 剛剛有新聞說 你的衣服 抄襲 我自己覺得 首先布料是一定不一樣的 就是那個布料 我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 嗯 我們是用了一個很不同的布料 所以這個是 一定是不一樣的 還有 我相信我們那個 Quality一定高很多 還有我覺得 抄襲這件事 我又不覺得是抄襲 因為 大家可能靈感相似 還有 我們是絕對都是自己的靈感 對了 那 好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仔啊 謝謝 謝謝 因為 謝謝 謝謝 那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